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這間蛋耍褲手工蛋餅專賣店 位置在這個很小的巷子裡 在這個信陽街26-4號 一個很小的巷子裡 那店的正面是這樣子 因為我後面還有一間店 所以沒有辦法拍到他們上面的招牌 好,那Menu就在這邊 可以看一下 笑容你好 那我第一次來 那您推薦什麼比較好吃 我們是高麗菜系列比較多人點 那看你要搭配起司或搭配肉類都可以 那經典應該算是高麗菜豬排起司對不對 對,因為我們是用里肌肉做的 所以我們的豬排還蠻多人點的 嗯哼 好,那我就點那個 高麗菜豬排起司要辣嗎 要 那就好了嗎 中辣,謝謝 中辣嗎 好像你們那個小魚辣椒也很有名 對啊,我們辣椒都是自己炒的 嗯哼 謝謝 好,謝謝 你好 龍先生嗎 去幫你解喔,快好了 這樣55 好,那現場可以看到就是蛋餅都是現煎現做的喔 就現場 現場這邊擀 擀麵皮喔 然後 現場揉,然後就現場煎這樣 現擀現煎,所以要稍後 也可以打電話預訂餐點 好,可以看一下喔 好,那營業時間在這邊 週一至週五 七點半到七點 晚上七點 好,那經過店家的允許 這個算在廚房內部 然後這個是寫特製小魚乾辣椒喔 也有單賣這樣子 看起來 看起來蠻辣的喔 好,那總之這邊看得比較清楚喔 就是 呃 廚房算是透明式的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樣 好,那這邊是他們的 呃,一塊算是Menu喔 彩色Menu可以看一下 原則上算是 算是中等價位啦 好,這邊可以看到他們的皮是現感的喔 龍先生,高麗菜起司好囉 高麗菜,你這個 欸,你稍等一下 好,這邊可以看到他們的皮是現感的喔 然後就現在放到煎台上煎這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喔 看他是怎麼製作的這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喔 呃,什麼事 都者買一天 其實有人說不適合 鸡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10分钟,谢谢 来,用画两个哦,诶,红色色好了 谢谢,会在旁边哦 你好 好,稍微微笑哦 好,那现在就是把那个高丽菜先那些放在饼皮下面煎了 好,那现在终于就好了哦 原则上看起来蛮像巴克斯手工蛋饼的哦 然后这皮看起来好像也蛮酥脆的 看起来就真的很像 大概是做法类似哦,所以说这个 整个产品看起来也都很像哦 好,那这个就是高丽菜啊,什么猪排这些 好,那现在就吃吃看 馅料是这样哦 嗯 那饼皮是现弄的哦 所以吃起来这口味是很好的哦 嗯 那 蛋饼皮蛮酥脆的哦 然后面这个内馅,加上起司之后 这个整个就是 口味很丰富好吃哦 那高丽菜很甘甜这样 那整个高丽菜跟这个起司还有肉的味道很搭配 其实我刚刚多等了半个多钟头 因为他刚刚有公司好像一次订订了 三十十份哦 所以在那边一直等哦 所以今天各位朋友如果要吃的话 要打电话订哦 不然就像我一样这样子刚刚在那边一直等 好,那料都掉出来了 好,这个是猪排的地方 好,再次这个网友很推荐的小鱼干辣椒哦 那先吃吃看 嗯 哇,这个很下饭耶 又辣又香 哦,这个超正的,这个 可以看到他有小鱼干这样哦 这个超好吃的 哦,这个网友配饭吃也很好吃哦 然后甜甜的辣辣的这样 然后小鱼干香香的 光这个我就给95分 嗯 这个单配饭就好吃 嗯 哦,难怪他生意这么好哦 餐点都很好吃,然后都很到位这样 尤其是这个 小鱼辣椒哦 真的是还蛮强戏的哦 现在变成他才是主角 嗯 嗯 嗯,嗯嗯嗯 好吃 真希望他能多加一点哦 我觉得酱不够沾 嗯,满正点的 好,那整体的分数的话 我给到98分哦 整体 我觉得很好吃 除了刚空了2分是因为等太久 不然已经是满份了哦 好,那 建议可以点哦 然后也不油腻 然后分量也蛮足的哦 虽然它是价钱已经直逼一个 直逼一个便当了哦 80块 很好吃 好,这样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起司比较多的部分 好,可以自己买来吃吃看哦 那我满喜欢这一份餐点的 好,那这个是这间店的名片哦 好,蛋耍过 好,可以看一下哦 好,可以看一下哦 然后背面的话就等于是 剛剛那张小Menu哦 好,那各位有来就祝你用餐愉快哦 那强烈建议一定要打电话 先订餐哦 不然 呃,现场有可能要等很久哦 呃,如果你是现场 直接点的话 它没有排队的话哦 好,大概也差不多要十几分钟哦 十三到十五分钟 好,那各位我来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